好 那我就會說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講解第九課的課文 ok 好 那有時候有空的話 或者是呢 剛好欣喜的來潮 就會針對第九課的主題稍微聊一下 稍微隨便亂講一下 如果來不及的話就趕快錄啦 我們就說 our true self lies within ok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解釋一下這個標題 lie within within的話呢 這邊是一個什麼 這邊呢是一個副詞喔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標起來 然後打副詞 ok 好 表示呢 這個 in ourselves ok 在我們的內在 ok in ourselves ok within lies in ourselves ok 好 那我們就說 Psychologists in the USA once conducted ok 好 那各位同學都知道 Conducted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說來做實驗 或者是做研究執行 我們可以用 Conduct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你也可以用 Did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什麼咧 你也可以用 Carry it out ok 好 都可以啊 那這個是之前學過的單字 不要忘記 Conduct 這個字可以呢 這樣子來當作動詞來用喔 ok 好 然後呢 這個點點點點點點就每一個就像這樣子把它講過去 ok 好 那一般來講 我比較會用的第一個就是這個 Comment 第二個的話就是呢 有時候高中的課文會遇到句子比較長嘛 對不對 那句子比較長的結果就是 你有時候還是要跟學生講一下主詞在哪裡 動詞在哪裡 受詞在哪裡 否則的話呢 當他找不到這個主要句子結構的時候 看整部也是沒有什麼用啊 看不出個什麼東西來 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時候就看老師您自己啦 像我的話是習慣 主詞我用綠色的把它標起來這樣子 OK 然後呢 動詞的話我用紅色的這樣子 OK 尤其是遇到那個句子很長的時候 我要特別標示出來的時候 就會除了這個紫色的部分是要講解的之外 我還會稍微用一下 不同的顏色去標示出 特別是主詞跟動詞這樣子 OK 好 那各位老師您會同時看到呢 在哲理它的時間是不是在跑啊 現在2分39 40秒 41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你在講的時候 偷瞄一下 邊做 一剛開始可能很緊張這樣 就一直盯著那個螢幕看 然後呢 會覺得呢 還要再超過鍵盤 然後覺得有點手忙腳亂 但是後來你就習慣了 就一邊講 然後一邊偷瞄一下 用眼睛餘光掃瞄一下 看看還剩多少時間啊 OK 要超過15分鐘這樣子 超過15分鐘的話 欸 一定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你這個影片重做 第二個選擇的話 就是你看到快要超過 快要15分鐘的時候 就當機力亂在那一句就把它結束 然後呢 後面呢 就用另外一個影片 其實不打緊 我個人是不喜歡重錄 因為我覺得重錄 非常之沒有意義 這樣子 OK 因為其實稍微有一點點講錯 或者是 也不是說講錯啦 就是稍微有點口誤 然後又更正 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又不是 在上這個什麼超級偶像 我們也不是呢 在這個 欸 發佈總統文告 一個字都不能錯 OK 不過話說回來 歐巴馬第一次這個 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 那個 我記得那時候他什麼 宣誓是不是 宣誓呢 宣誓呢 連那個牧師 就是那個帶他宣誓的那個人 都講錯了欸 所謂呢 其實講錯沒關係啊 糾正就好了 這樣子 OK 那我不太覺得 有需要重錄 這樣子 OK 好 因為 其實在 在家裡錄喔 沒有觀眾呢 其實是另外一種狀況 沒有觀眾的話 其實有些你的臨場反應可能不會出來 但是你可以比較 嗯 比較從容一點 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可以比較從容一點 好好地講這樣 但是當然就是說有些 因為你底下有一堆觀眾 雖然那堆觀眾可能有時候是一堆小屁孩 但是呢 你還是會有一些臨場的反應 那那個的話 是沒有觀眾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你就要去衡量 那像之前就有老師跟我講說 他喜歡底下有觀眾的感覺 但是呢 欸 我是覺得我寧可把那個時間拿來 跟我的觀眾再做一些互動 OK 好 嗯 我沒有那麼一定喜歡 我在台上一直講 當然其實我常常講說 One man show 我也是沒有問題啊 但是呢 後來就覺得 呃 不太需要啦 OK 沒有那個必要這樣 可以寧可呢 多跟他們 下去多走動 教他們做事情 多跟他們有一些互動 所以這個部分我才會用這個影片 好 OK 好 那囉囉嗦嗦的 也講了老半天這樣子 OK 那個時間一直在跑 好 那就是像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下去 好 那呢 框框一直留在這邊 但是你這個螢幕是可以捲動的 這個沒有問題 OK OK 好 那所以他就會把你在這個畫面上面 發生的事情整個把它錄下來 OK 好 那差不多的話呢 你就可以按 然後就等到這裡上 到這裡了 剛剛 我們再接一下 在這邊 拍拖